哈喽大家好我是东东 今天我们一起来开箱一款路由器 这款路由器是我自己已经期待了非常久的路由器 在今年早些时候 它一直都没有货的状态 直到上个月我才成功把它定到手 当然这台路由器是没有在我们国内上市的 而且在我们国内我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文章评测 我在上个月的27号在美国他们的官网定到了这台路由器 直到前天才从美国寄到了我手里 它就是来自UBNT的Amplify 这个是UBNT他们家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了 我买的是这一款路由器的套装版本 就是有两支装 它官网的价格是699刀 当时我邮寄的地址在加州 加上各种税之后 它的价格竟然达到了765刀 这是我买过最贵最贵的一台路由器了 而且这还并不是全部 它从美国邮到我们内地 光邮费就花了58刀 所以这台路由器我一共花了800多刀 所以对于一台路由器来说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夸张 但是我非常期待这款路由器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的这个外形 和它前面的这个屏幕了 它前面是有一个分辨率非常高的一个屏幕的 一个路由器上面是有一个屏幕的 而且这个屏幕上面可以显示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所以我基于这款路由器是基于它的外形 我其实并不是基于它的性能 当然这款路由器它的性能也非常的强 它是WiFi6的8x8 MIMO的 可以支持160MHz 反正你所能想到的关于WiFi6所有的配置 它都有 而且都是最高端的 OK 那么我就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来开箱看一下这一台价值800多刀 来自UBNT Amplified 最快的全无WiFi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 其实它这个上面没有写很多 关于这台路由器的配置的介绍 非常的简单 OK 这边也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开箱了 非常的沉 因为这是两台在一块的 非常的沉 这台路由器 但是包装却不大 它这个包装就和我之前买的那一台领事的 一个一支装的差不多大 就这么大 诶 啊 是这么拿下来的 哇靠 这个包装都太精致了 真的不要太精致 然后我看看怎么打开啊 哇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开口 两台 哇 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OK 这是一台 这是一台 哇 真的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比领事的那一台要大 OK 我们先把它放这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配件 这是一个小说明书 通过扫这个码 然后可以下载它的APP 然后来进行设置 快速的设置 这边也是一个设置指南 然后下面有一根网线 只有一根网线 然后把它拿下来 下面就是电源线 看样子它是内置了电源的 它是只有一个电源线的 两个电源线 OK 里面没有东西了 哇 这个包装真的非常的赞 非常赞的一个包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体啊 两台都是有显示器的 啊 这一台就没有 这一台就没有 啊 我还以为两台都有显示屏呢 这一台是没有显示屏的 我们先把这个主机打开 小心翼翼啊 OK 质感非常的舒服 它是那种那个 类肤材质的这个表面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屏幕的 接口非常的简单 背部是有四个LAN口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它的WAN口 大家能看到吗 然后在它的底部这一圈呢 是有一个LED灯 OK 这是一个主机 我们再把这个拿出来 这一台就是它的一个节点了 这台节点上面是没有屏幕的 大家看没有屏幕的 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是有一个屏幕 这个是没有屏幕的 这个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还以为两台都是有屏幕的 然后节点后面竟然一个 竟然一个口都没有 只有一个网口在底部 只有一个网口 这个节点就有点坑跌了 这个节点真的有点坑跌了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买两台这个主机了 这台机器是可以单独销售的 单独这一台机器是399的 早知道我买两台单独的机器了 两个都带屏幕多爽啊 没想到节点是不带屏幕的 OK 这个就是这一款 Amplify Alien它的一个外形了 它在开机之前 其实它的这个外形 还是蛮一般的 就是很 就是怎么说呢 蛮有特别出众的一台路由器吧 但是它最漂亮的是这一块屏幕 我个人对这一块屏幕 真的非常非常的着迷 我赶紧要点亮看一下 它这一块屏幕 OK 那么接下来 我就来设置一下 这两台路由器 其实我对这一台路由器 它的性能没有多么高的一个期待 因为我现在用的也是 非常顶级的WiFi6路由器了 就算是我换到这一台路由器 其实对我的这个网络提升 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并不是基于这一台路由器 它的性能呢 而是基于它的这个屏幕 还有它的这个外观呢 好了 我接下来要马上来设置一下 这台路由器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OK 我现在已经给它插好网线 然后接好电源了 我现在准备开机 插上电源 哇塞 看到没有 它现在正在加载 OK 它现在已经加载完了 它提示我去下载它们的手机APP 旅远看这个路由器 真的太引人注目了 真的太引人注目了 它的这个绿色的灯光非常的亮 就是你放在家中的话 这个路由器会非常的引人注目 OK 我们先来给它设置一下 设置 amplify mesh 它从头到尾教你怎么设置 我们跳过 它会自动去搜索 千万不要水土不服 哇 找到 正在连接 啊 它竟然是有声音的 而且它还显示了我的手机是iPhone 现在我需要设置一个无线 无线网名字和密码 还有音乐 大家听到了吗 还有个小音乐 OK 它这边提示了 没法连接 因为它没有让我输入这个 我的拨号的信息呢 我现在要设置一下 OK 我现在已经给它升级完毕了 并且给它升级到了最新的系统 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哇 它不仅有声音 而且好像还有震动 还有震动 这个屏幕上还有震动反馈 在刚才升级完毕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音效 这是我用过唯一一个 有这个触控 而且有震动 并且有音响的一款路由器 真的太牛了 在这个主界面上面 最上面是它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左右滑的话 是可以切换到它的logo 然后在下面呢 是它现在连接英特网的一个速度 然后这边还有个mesh 我现在还没有连接它的这个节点 然后在下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测速 它测速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选择它的服务器的 它默认给我连接的是上海的一个服务器 所以速度是比较差的 然后下面的是它现在实时的一个网络连接 我点进去之后能看到它现在通过有线网方式连接 或者是无线的2.4G或者是无线的5G 分别有多少的一个带宽 有多少的一个速度 然后在下面可以显示它现在正在连接的设备 点进来之后我们能看到目前正在连接着的这些设备 目前两个无线设备一个有线设备 就是我现在旁边的这台电脑是一个有线的 然后这个是两台手机 再往下就是它现在系统的一个硬件状态 我们点进来之后能看到它现在的一个版本号 CPU的使用 内存的使用 然后再往下就是目前这台机器它的一个 WAN口和LAN口的状态 还有它的Mac地址 再往下就是它的目前的温度 它只能显示华氏度 不能显示摄氏度 然后下面这是一个开启的时间 既然有这个屏幕 所以这一台路由器的主机一定要放在我们的桌子上了 你不可能把这台路由器放到你家里的一个角落 让它看不见吧 所以这台路由器我们是一台桌面上的路由器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一台节点路由器也给它设置好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无线性能是怎么样的 OK现在这两台主机都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版本 并且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而且它很厉害的是它可以提醒我 现在这个节点路由器离得太近了 我点进去之后 它上面会有一个信号强度的显示 然后它会显示我现在信号太强了 这个Mesh节点扩展器的位置靠近路由器太近了 然后我还可以把它切换为有线的模式 有线回传 OK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我终于把这一台节点路由器给它搞定了 而且是有线回传的状态 主机呢是在楼上 这一台是节点路由器 现在我已经把我领事的这一台MX5300给停机了 暂时先放在这吧 我们接下来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无线连接速度 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家宝宝已经休息了 所以我只在几个点给大家来测试一下 这个速度对于这一款路由器来说 我是丝毫没有惊讶的 甚至有一点失望 因为我们花四五百块钱买的一台小米路由器也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甚至要超过这个速度 所以这台路由器它值当吗 必然是不值当去购买的 而且在我们内地去购买这一台路由器代价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款路由器它所拥有的这个屏幕 它可以显示的东西 市面上其他的路由器是都没有的 不过说实话 这款路由器除了它的外观 除了它有一个非常炫酷的屏幕 和一个非常高的配置之外 它还真没有其他的优点了 我是没有发现 首先无论是它的主机或者是节点 都是没有USB接口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外接存储设备 然后它更抠的是在节点上面 除了没有USB接口之外 还没有多余的任何一个网口 只有一个LAN口 如果你想要在节点附近有限接入设备的话 就变得非常的麻烦了 我们需要先接一个交换机 然后再接这个节点 在这么高的一个价格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样的一个接口配置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不过我现在很享受的是 我把这台路由器放到了我现在电脑旁边 我只需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我们家全屋网络的一个状态 现在有没有人在使用高带宽 目前接入了多少个设备 他们的状态都是怎么样的 这些所有的信息 我都可以在这块屏幕上面看到 甚至我可以在这块屏幕上面 直接来进行网络测速 当然它的这个测速服务器可能选的并不是很好 我还可以测试这台主机 到Mesh节点之间的一个连接速度 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值不值 这个就要看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东西了 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 它就值 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个屏幕 对这个外形完全不感冒的话 那这台路由器就完全不值 太不值了 好了那么今天关于这一台来自 BONT Amplify的Alien 我就给大家来介绍这么多吧 希望给大家能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